新加坡民众之所以守法 就是建立在政府制度化的交通管理规划 与配套措施之下 接下来我们要透过移民新加坡的台湾人 从他们的观点带您看 新加坡的道路工程建设 有哪些过人之处 让新加坡可以井然有序 戴着墨镜 已居新加坡四年半的陈维亚 再度在台北街头开车上路 显得有些不习惯 她说不是左驾换成右驾的适应问题 而是台湾和新加坡的道路状况 真的差很多 因为台湾比较多摩托车 会有那种感觉上要真道的感觉 因为旁边又会停车 所以你就要注意说 你在注意其他车况的时候 也要不要注意旁边的摩托车 或旁边的暂停的车子 那新加坡因为旁边都是空的 他们摩托车不太多 只要直直地走 然后顺着路走 就不太会有太大的状况 到底差多少 事隔一周 我们在新加坡再度坐上陈维亚的车 确实没有车辆临停在路边 即使在繁华的污节路上 行车依旧顺畅 那到底车辆都到哪里去了呢 每一个组屋 它自己的这个住宅的社区 都有很好的停车位的规划 而且会跟购物中心 或者是会议中心等等 结合共同使用车位 刚到任几个月的 我驻新加坡代表谢发达 为我们解答当地处理停车问题的关键 就以代表处所在的PSA港务集团大厦来看 开车进入这一栋 结合办公室和商场的大楼 十分钟内免费 方便计程车和货车 如果要来办事或购物 后方就有好几层楼的停车场 收费则采用ERP电子道路收费系统 省去缴费的麻烦与时间 新加坡跟台湾还有点不一样的就是 因为新加坡它有非常严格的建筑法律 台湾常常听到的就是 停车场可以变更使用 作为转为其他商业源头 新加坡是不可以的 你定的多少就是多少 所以新加坡停车位很充足 新加坡所有的建筑物都要按照规定 设置足够的停车位 在市中心的停车场费率 绝大多数不会超过每小时一元新加坡币 也就是台币23元 而在80%人口居住的组屋区 停车位甚至将访客需求也考量进去 但这种平面停车场没有ERP 而是使用停车券 民众按照费率 自己在各种面值的停车券上打动 标记进场与出场的时间 放在挡风玻璃下面 如果超时或不放停车券 就会被开罚70元新币 土地的资源是掌握在政府手中的 新加坡没有人可以靠着草地皮而致富的 新加坡只有政府可以找人 所以政府它就处在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角色 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是把城市发展跟交通发展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合 这个是它非常有力的一个政策工具 所有充足的停车位 让开车一族不会为了停车 而在马路上逗留 新加坡为了解决拥塞的问题 也在道路工程上有许多不同的设计 不只单行道还有圆环 都是经常在新建的大厦和学校 看得见的交通工程 比如说你的车子来到那边 你的小孩还没出来 没车的话你可以停 就像这些车子这样 他们可以停下来 但是如果后面还有车子来 你的小孩又还没到 你要继续走 那你再倒回来 就是绕一圈这样 就绕一圈 那个圈也不会很大 从事国际人才招募的黄美玲 六年来每天来回开上50公里 接送儿子上下课 但她从来不担心 在校园和其他家长塞成一团 因为单向车道 引导车辆环撞绕圈 竟然有序 而且家长们进入校园 就自动自发地放慢速度 确保血统的安全 也让校园里只听得到 孩子们嬉闹踢球的笑声 那个7点钟到7点20分呢 车子是特别的多 我有时候在这里呢 我要绕出去呢15分钟 这么短的一个地方 绕出去15分钟 车子从来都不会哄 每个人都知道 那个是没有办法的嘛 那么有些家长 他觉得他没有那种时间呢 他就停在外面 小孩自己走进来 家长的身教 加上学校的交通安全课程 例如过马路要举手 还得看右看左再看右 才能迈开步伐等等 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培养 正确的交通观念